当前,随着病毒变异,疫情变化,疫苗接种普及和防控经验积累 我国新冠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 防控工作面临新形势,新任务 我们密切跟踪病毒特点,研判疫情形势变化 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和药物供给 加强医疗救治和防控体系建设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等因素 都为我们调整新冠病毒感染的法律归类创造了条件 因此,调整为以类仪管 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 而绝不是被动的放开